而且这英雄在前两个版本是有一个小加强 剑模 好打 是真的好打这个打球筒 这好久不见了 真的好久不见 这个英雄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了 看一下这场有没有惊喜的表现 剑模确实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 上单好去打球筒 你昏不住 这把紫赛斯带了一个相位 不知道一级学的是什么 如果说 哎 等一下 还得看一手 绕过来被发现了 蛮危险的 威威也在旁边 要打二打二嘛 先被打了一套 走进去一顶了两个 让威威去F6开 小虎也在卡Cream的位置 那这样两边上半区 打了一波三V三 惩戒先拿F6 要拼小的 那这样可能 剩不了二 剩不了二了 在后面蹲了 开始蹲 让威威也喜欢来上路 威威也到了 数练中Q2中 飞上来打一套 就在身后的瞄准螳螂 半血直接下掉 威威是交出闪现 反蹲到位 好 现在 Q2 哎呀 动过来A一下 这光很危险了 看一下闪现的火焰 差一下 主要是那一下 不是被动平A 确实打不死 对 而且看一下什么时候才能到6啊 Q1被断掉 但是后续开大以后直接顶 阿体是选择排野 第一时间没跟过来 Q2用扭位走掉 Q3也没中 但伤害好像直接能灌死 征服着一出发 还下最后一发平A 打面蓄气 第一滴血 删击拿到手 哎呀 这波机会抓得很好 主要是刚才刚好把九头E给断掉了 啊 陆陆回来 红白刀贴脸打一套 这个位置 Light是且转且退 两边做了一波血量召唤 陆陆的治疗是被打了出来 因为右边是没点燃的 觉得打起来没那么强 上去满被动 敲一下 主要右边想抓是有点难啊 是 哎 这个给了波机的带有进化 解个进化 哎 有个TP也要 都过来了 TP已经亮起了 来对于九头 Able这个位置 由闪有进化 选择往队友身上撤 闪现交出来 就是德赛的操作空间了 甚至没有炸毁 把打也炸走 在杀猫 但是山鸡来得有点晚 正面已经解决问题了 OMG还要再打吗 得防一下这种 绕后的眼吧 这OMG 特别是九头的绕后要防一下 续拳套中塔没选 Light在墙边 确实可以划墙 螳螂进场减速到 红白刀直接往前顶着打 但是小虎跟德赛全部落位 正面先突破一个 Light会倒吗 这位恶飞刘斯先紧拿下人头 小虎在侧翼的进场 山鸡这个时候看起来就显得作战能力好强啊 顶住Q3 这个位置 Able还没有倒下 只剩小虎 没有办法 一波零换 一换五的团战 看怎么拿完出来还能挤一下小龙位置 来看一下这波 这一开始压前破一下中一塔 然后主要是看到了TP稍微往后拉一下 冰女九桶纷纷落地啊 但是第一时间阿奇的处理非常胜却 选择找一个地方把包围圈突破掉 确实这个位置很尴尬 就是AD被开了 但是中上都跟不上的 都没法反打 刷新 二段Q 风龙鬼 是的三龙找上单 开大招直接反打 而且有一个TP 甚至隐魔刀还没触发 这个位置 VV靠着自己的这个风行湖加速 是拉开了山鸡的平A范围 但是还想再追 厄飞流斯闪现 向前狂风 营业一枪 带走VV 魏获命中很准的一下 这个位置短距离的冰爪 但是难逃一死 AVV上前再下一层 双杀到手 反正下路那波 打完后续没东西了嘛 就紧接着中路那波 太伤了 这伤害太夸张了 狂风向前 只能被迫交出大招 小虎这个位置往后一撤 正面就暴露了出来 螳螂被锁定 AVV再下一层 Q技能飞上来后 德赛还算是比较能扛 有双给的不错 正面已经倒了 威威小虎没打 下二他只能放掉 难看到AVV 是但主要 ONG这边玩得比较很谨慎啊 这一直在拉位置 上下路的高地查血量 哦呦AVV顶着四个人在打 小虎顶上来 进化解开 但还是被秒 威威进场带走AD 看一下后续的处理 则利还可以输出 还有半选 但山姬一到正面以后 应该是威博不太敢继续了 这个大炸的不错 但是Lite没有在正面 跟不上输出 山姬游刃有余地回到了中路 也挺安全 只要不要跟上队一样那么多 身份值有点危险 断了E技能 被留在原地 甚至感觉大招交出来 还是要倒下 带着猫的剑末 已经卡到了高 这个是两个人重建到了一起啊 B位置下路的线已经顶到了高地上 威博还不派人处理去 哎 找到了 一个闪现的锁头 动弹不得 交出大招 只能在原地等死 那德赛也只能卖掉了 但兵线顶了进来啊 我只要中度水晶拆完 键膜又能在侧面给压力 顶上来打E技能兵装 没有选择过去 那这样塔要被点掉了 红刀直接开拆 化身防御塔的恶魔 可晒交出闪现 被开尔瞪起 E技能只能选择向后拉扯 三路高低拳破 OMG慢慢地在蚕食着微博 下路超级兵也到了 感觉在这里 只要僵在这里 最后一个梅牙塔 应该下车 冰线会帮助OMG的E技能 过去只能硬开 进化解开 小谷顺到 锁头直指Light Light这个位置卡在塔前 被永双留住 交出闪现 硬来拉打 打得不错 但是没办法 就差这么一点伤害 Apple进场完成收割 三杀到手 德善回到塔下 30分钟 OMG粉腹运营 拿下微博第一场 让我们恭喜OMG X2 290分钟 9 Jan 1ind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